我們今天來試一下這個卡迪娜的豌豆脆片 有人說不錯啦 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但是我是很嚴格的啊 不好吃我真的是開媽的 這一包我是不知道多少錢啊 不過以份量來說 空氣沒有那麼多 還算蠻有良心的 那麼至少一半 那我們來吃吃看吧 鹽發可以再放多一點點 味道好淡 不過這吃起來感覺讓我覺得 如果加點黑豆泥的話 那個鹹鹹的黑豆泥一定會很香的 會更好吃的 如果說它是要走清淡路線的話 它成功了 但是如果以味道來說的話 這個 因為豌豆的味道非常的淡 它本身的那個香氣又不是很重 然後雖然它是乾燥的 然後也可以知道應該它沒有透工減料 但是真的不是很出色的一種零食 這種的不合適 就是搭配那種的 反正它不是重口味的 就是因人而異啊 大家喜歡的話就可以多吃一點 但是這個至少 我覺得它的熱量應該還好 然後至少也沒那麼重口味 對於人的身體健康 事實上還是 但是並沒有很大的傷害吧 就是有點點甜 然後再加進 然後再加進 然後再加進